他只是在内设睡觉 价值上万元的战斗机就被偷走了 让他更扎心的是 照顾他的旁奶爸也卷铺垫走人 只因好奇女侠从基地相亲回归 旁奶爸则回去照顾亲闺女 所以盲小五一夜之间连损两名战将 之所以会拆掉战斗机 要从那天说起 随着天气越来越热 原方担心盲仔和盲小五 长期沉迷于战斗机玩耍会中暑 于是趁着他们还没出外场营业 全体人员合力把战斗机暂时拆掉下来 没想到大熊猫也有防沉迷系统 紧接着盲小五一觉醒来 看到空荡荡的大院子 单手服术嚎啕大哭 仿佛在说 妈妈我们家是破产了吗 甚至哭得太伤心而摔倒在地 不得不说 第一次看到熊猫伤心有了具象化 而盲仔妈妈整个熊迷猛了 呆呆坐着怅然若失 随后 馆长为了安抚盲仔和盲小五的心 给他们拿来粉色的小猪盆 可是盲小五生闷气 直接坐在最里面背对游客 以此抗议 从瘦小单独的背影 都能感觉到这孩子郁郁寡欢 要知道 这是盲小五最爱的战斗机 他收到亲妈粉送玩具的那天 只见外公抱着小家伙 然后将他放在里面 盲小五第一次接触这玩具 竟不停挣脱外公的抱抱 接着往飞机里面钻 然后灰溜溜地跑出来 试图避开外公的视线逃离这里 谁知道下一秒 被外公当场抓得现行 外公只好无奈地笑笑 弯腰抱起盲小五 最后一起坐在主驾驶开飞机 当盲小五越来越熟悉新玩具 那意味着挨揍的风险逐渐变高 只因母子俩都喜欢战斗机 不仅经常跟妈妈抢着玩 甚至动手 将妈妈从战斗机推了下去 现场给猫粉表演的倒栽葱 害了妈妈当面出球 随后妈妈也毫不留情 转身反咬几口 非要和盲小五拼命 真是母慈子笑啊 所以你就能看到 妈妈每天出门营业 第一件事 就是强迫盲小五学习 想让小儿子从学渣变学霸 甚至锻炼盲小五的抗摔大能力 这种行为看似在欺负儿子 实际上就是拿他出气 可到关键时刻 盲仔是个母性极强的好母亲 就比如有一天 盲仔妈妈独自出门营业 可正在干饭时 却突然听见 内设传来一阵狗叫声 妈妈听闻后 随即放下手中的竹子 接着急冲冲跑向门口 然后愣在原地 全神灌注地竖起耳朵 直到再次听到狗叫声 妈妈敏锐地察觉到 盲小五有危险 他发疯似地围着院子里 跑来跑去 接着又焦虑地站起来 靠在门看里面的情况 直到盲小五做完体检 安然无视地出来 妈妈悬着的心终于落下 最后马不停蹄地奔向盲小五 并且紧紧地抱着他 果然母爱不分物种